讲真 要不是前两天收集了一下今年测了哪些新品 我还真的没想到2021年 咱们竟然测了164款不同配置不同型号的笔记本电脑 你敢信? 这还没有算上年初时代Cray和4000系锐龙的游戏本 否则更多 你们说我会不会是今年摸过笔记本电脑最多的人呢? 搞测评这么多年 说实话我本人确实圆滑了很多 没有曾经那么刺头了 特别是写评测 总是瞻前顾后想太多 时间长了呢 很多虽然有些主观 但是更真实的感受和想法 我不敢跟大家直说 我觉得不太好 所以说这次我就趁着年底来和大家盘点一下 我今年测过的所有笔记本电脑 绝对不藏着掖着 我会综合测试结果 行业贡献 以及我对它们的主观好感度 给笔八测过的所有笔记本电脑排个位 这次排位赛我们一共分为五档 分别是S、A、B、C、D S级代表着今年 我感到最惊喜的笔记本 它不仅实测表现出乎我的意料 同时创意十足 能够引领行业 是我心目中的年度产品 A级拥有标杆级的设计 自带杀手锏 同时其他方面也没有明显短板 是给我印象比较好的笔记本电脑 B级实测表现也还不错 是值得推荐的笔记本电脑 我对它们的印象也比较好 C级实测表现只能说及格吧 想买的也可以 但是我对它们的印象就很一般了 D级 一想到这些个电脑我就想骂脏话 一台比一台离谱 简直 按照正常逻辑 我应该从S级往D级说 或者反过来也行 但是这次评级总让我想到读高中那会儿 老师公布考试成绩 都是先说六七十分 再表扬八十九十一百分 最后再把不及格的那几个人拎出来批评一顿 所以说这次我们就先从六七十分 也就是C级开始说起 所有的等级我都是从品牌开始归了一点点说 首先是联想 联想最先要提到的就是Yoga14S和小星Pro14 这两款其实是同一个模具 只不过是在一些核心配置和一些屏幕上面 不停的套娃套来套去 那么我对它个人印象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屏幕素质和性能释放 那么在14英寸这种尺寸的笔记本里 一开始打性能释放的其实就是小星Pro系列 那么后面Yoga14S的话同模具嘛 所以说效果都是一样的 那么它的缺点 其实从上一代小星Pro13开始就一直延续下去了 就是它的接口种类少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非常不爽的地方 就是它的套娃型号太多 那很多人会觉得 就是套娃型号多怎么样了呢 对吧 这个买就行了呗 难道很坑吗 不是啊 套娃型号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它会绕晕小白 那么咱们看咱们视频的人可能 懂的人居多是吧 特别是弹幕那些弹幕老哥 那肯定都是一些高手 但是呢 对那些沉默的买电脑的小白来说 你一个型号 比如说以小星Pro14或者Yoga14S为首的一个型号 分出这么多个子型号 小白真的会很热音的 要不要独显呢 对吧 要买英特尔还是买AMD呢 那么这个屏幕是买60赫兹的 都是16比10 买60赫兹的还是买90赫兹的呢 它有什么区别呢 对吧 这个联想都是没有解释 或者说联想只是很生硬的 把这些配置给我列出来 那么这一点上我很不爽 所以说我的个人印象是非常一般的 那么同时它的电脑 它的电脑整体表现发展到现在吧 其实我觉得也就是一个正常水平 不能说非常非常无敌 标杆啊 没有 所以说我给它放在C 那我比较希望在这两台电脑上面 做一个网上的加号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我把它放在C级 那主要是因为我对它的个人印象很差 实际上这个电脑的表现还是可以的 所以说我把它C级上面加个网上加号 那么你把它认为是一个B级的产品 问题也不大 好 接下去是Yoga14C 就Yoga系列这个C后锥 这意思就是它是一个翻转触屏的笔记本电脑 那么所以说它的一个优势项目 或者说给我印象中的一个加分项 就是主流价位里面它是翻转屏的 业内比较少见 那么它缺点的话 其实这台电脑没有习得联想那个Yoga系列的一个精髓 就是它的那个性能释放很一般 而且其实它除了翻转结构以外 就是一台非常普通的 甚至是一个中下水平的一个轻薄本 它的便携性也因为翻转受到的影响 所以说我给它放在C级 然后是小型Air 14 小型Air 14的话它有16比9的版本 小型Air 14 2021和16比10的版本小型Air 14 Plus 这两台电脑其实散热表现是一般的 那么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上市比较早 当初刚出11代酷睿 刚出5000系锐龙的时候 小型Air 14就已经首发上市了 所以说它们这一点是做的比较好的 然后同时的话小型Air 14 Plus 还是联想里面比较便宜的16比10屏幕的笔记本电脑 这也是一个影响加分项 好 那么接下去是Yoga Doit 2021 这款电脑其实关注的人还是不少的 但是我告诉你 仅限于玩家和消费者之间关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很主流 主流价位的二合一的笔记本电脑 主流价位不贵 Service Pro 8一万多 它只要几千块钱 然后同时拆解很方便呗 Service Pro 8不能拆 华为MateBook E也不能拆 这台电脑居然很好拆 所以说我对它的这个印象是非常加分的 但是它有个非常扣分的点 就是它单通道内存好几代都不改 这说明什么 联想不会做单通道吗 不会吧 不可能吧 这只能说明一点 就是联想根本就不重视这款产品 Yoga系列这么多新品推出 但是他们却不愿意为Yoga Doit 2021 加一个双通道内存 就因为这一点我把它放在了C级 好吧 最后一台联想的笔记本Thinkboard 16P Thinkboard 16P其实是R9000X的同模具版本 但是它换用了16比10的一个高色域的屏幕 本来我对它的期待是一款 拥有R9000X优秀性能的同时 还有一个面向专业或者说创业设计人群的一个屏幕 这是一个非常想象中非常好的一台电脑 但实际上虽然它用了R9000X的模具 Service也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实测表现却比R9000X差很多 它保守了很多 整体比如说跟拯救者的 就不像是一台联想会出的那种高性能的笔记本电脑 所以说我对这点个人还是比较失望的 那我愿意把它放在这个C档 及格是及格的 但是印象是一般的 那然后是惠普 惠普其实在今年我测的电脑不是很多 我记得就十多台吧 那么C级的话它有一台 就是Spectre X360 13 这台电脑其实有很多好的地方 比如说它的机身设计的非常精致 然后同时它还有我最喜欢的薯条logo 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 这个惠普的Spectre 是首发薯条logo的产品 薯条logo现在是惠普 甚至是整个PC界 玩家界里面比较受欢迎的一个logo 那么Spectre是首发的 所以说加分项很大 但是这台电脑第一比较贵 第二呢 其实它很重 它是一台标榜小尺寸的 二合一的便携型的笔记本电脑 但是它的实测重量给我感觉到是比较重的 还有就是我个人印象非常减分的一点 就是这台电脑其实我自己有一台 然后我的电池鼓包了 这台电脑我买给我妈用了 有一次她跟我说 这个电脑怎么合不上盖子了 合盖子的时候翘起来了 她问我是不是盖子有问题 我打开一看 键盘中间鼓起来一大块 电池鼓包 这个惠普的电池真没救了 好那接下去是戴尔 戴尔在C档有三台 首先第一台是陈旧5310 陈旧5310有两个我比较喜欢的地方 首先第一它其实价格不算贵 戴尔其实在这个圈里有一个名号叫傻多戴 叫什么人傻钱多买戴尔 说明这个戴尔的电脑都很贵 但实陈旧5310不是很贵 我觉得还行 第二就是它支持上门服务 上门服务我觉得不管在大小城市 有这个服务能上门维修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福利 这对我来说是比较加分的 那么接下去就是减分项 它有接口比较少 同时它的HDMI接口还只是1.4这个规格 我觉得对于它商务本来说 接个4K屏或者接个高规格的屏幕很正常 你这个1.4的话只能接多少 4K30Hz 那就不太够用了 好吧 所以说这是我的减分项 那无论如何 这台电脑我觉得在C档里面 也是非常出色的一款产品 那么我给它一个C加的一个评价 好那接下去是零月16plus 这台电脑戴尔其实对它寄予了厚望 然后呢 推广也比较多 但是我测下来的话 发现它确实有可取之处 比如说它其实本身定位是XPS15和XPS17的平T版本 XPS真的很贵很贵 大家去百度一下 或者是不会百度 大家去精度看一下就可以 这个价格很高 然后呢 零月16plus拥有XPS90%或者说95的一个总体使用体验 我个人认为 但是呢 它的价格可能就不到万元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同时它有一个点就是创意设计PC 性能还算可以吧 然后呢尺寸又比较大 但是普遍都没有 或者说普遍都不支持内存或者固态硬盘的升级 这台电脑是有双内存插槽加双硬盘位 就这个扩展性或者说内部扩展性 我是要点赞的 好吧 这是比较好的 那么缺点的话 零月16plus就是在一个89000的价位里 在同价位里有什么 有那个叫什么创16 换16ROG的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的ThinkBook 16P 零月Pro 16这么多电脑 但是呢它的性能释放在里面是最保守的 我觉得它的这个三风扇的散热设计还需要改进一下 三风扇这个散热设计不太好 接下去是外星人 M15 R5 这台电脑我觉得唯一的优点就是 或者说特点嘛 就是外星人比较便宜的型号 外星人很贵很贵 但这台电脑在外星人里不算贵 需要重点啊 再画个重点 外星人里不算贵啊 真的是很平荣的产品 它没有什么特色 所以说我给它放在C档 好吧 喜欢这个牌子的话 然后呢 你同时又买不起什么X17这种旗舰级型号的话 你就买这个M15 R5 有个外星人的logo 不错 好 那接下去是华硕 华硕电脑在C档很多 01X纵横 我们测的比较早 今年年初测的 屏幕素质很好 做工也很好 万元级的做工没问题啊 而且接口尽可能的多了 一般上这种电脑都是全C口 但是华硕的给它加入了其他接口 不错 挺好 同时 华硕的一大黑点 QLC固态 这台电脑也是帮凶嘛 虽然后面可能换成了TLC 但是我测它的时候 它还是QLC固态 所以说我要批评它 同时有个诡异的地方 它没有3.5mm耳机接口 为什么没有耳机接口呢 奇怪 需要转接 然后是01X逍遥 它是一个OLED屏的笔记本电脑 那个时候OLED屏还是比较少见的 然后它是二合一翻转OLED屏 非常少见的 然后做工也很好 跟01X纵横一样 但是 固态硬盘虽然不是QLC 但是和660P差不多 也是那种很垃圾的固态硬盘 同时没有耳机接口 诡异 第三个 AdoBook 13 看到这个外观 感觉怎么样 粉嫩吧 不错吧 同时接口也比较多 然后价格比02X纵横要便宜 但是QLC固态 它同时也是帮凶 华硕 在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这段时间 用了很多QLC固态 如果说华硕的同事 能看了这个视频的话 那我希望你们能知道 就再也不要干这件事情了 好吧 你可以以后 如果说大家都用QLC 那你也用 我问题不大 我意见不大 但是我希望你是最后几个用 好吧 这个对你的封屏有很大的提升作用 好 然后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天选 天选2 天选2有什么加分项呢 有一条上市速度快 确实 在大家首发5000系列处理器的时候 天选2是第一批 然后呢 30系显卡天选2也是第一批 那么对于那些喜欢长线的人来说 天选2那个时候确实是推荐的 我也一直 那个时候我是把它放在这个推荐列表里的 随后我就把它删掉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后面这个惠普 戴尔二联想 然后呢 其他品牌都出了这个30系显卡的新品游戏本了 然后他们的散热水平 他们的性能释放都要比天选2要强 然后同时那个DHL这三大品牌都是支持独显之连的 对吧 戴尔一开始不支持后续更新也支持了 华硕天选2没法支持 他没有用那个芯片把它切掉了 所以说 我觉得比较怎么说呢 懂了 然后性能释放保守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意思 还有就是一个比较减分的东西 就是它的屏幕素质各种鱼龙混杂 一开始我首发测试的时候 它是给我们一个240赫兹的高测语屏 没问题挺好对吧 后面给我来了一个144赫兹低色语屏 然后又出了一个2K分辨率165赫兹的广色语屏 所以各种屏幕混杂在一起 3060你能买到好屏幕很好的屏幕 甚至是低色语屏幕 对于电脑小白来说 真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坑的 所以说我把它放在C的 飞行宝里9就不说了 天选2的换壳版本 其实它们俩是同一台机器 好 然后是两台ROG 摩霸5 Plus和摩霸新锐2021 那我先说摩霸5 Plus 摩霸5 Plus的性能释放不错 也是同时上市时间也比较早的 但是放在C档就一个原因 这么贵的电脑没有独显之连 给你C档算是给你面子了 好吧 摩霸新锐2021 同样也是 甚至可以说ROG里性格比较高的电脑 ROG以前都是万元级别的产品 万元的很多 万元以上甚至两三万的 摩霸新锐2021 我记得便宜的时候9000块钱 8999是吧 不错 但是同样没有独显之连 我觉得ROG身为华硕这个体系下面 比较高端比较大性能 比较服务于玩家的 你是Republic of Gamer 你玩家国度啊 你玩家不需要独显之连吗 请问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其他太明显的特色 同时你还没有独显之连的话 那么ROG的这种产品 我就会放在C位 好吧 不是C位 C档 好那接下来是红旗 红旗首先是非凡S5 这台电脑优点 其实跟天旋有点像 就上市比较早 然后呢 这个确实也比较轻啊 那缺点呢 和华硕也比较像 学谁不好 学华硕 用英特尔660P 好吧 那我就不说啥了 直接放在C档 然后 蜂鸟 蜂鸟未来环保版 这台电脑算是出的比较早的啊 用垃圾 就是回收材料做的那个外壳 质感还行 而且呢 同时它拆机 做的比较合理科学的 拆机比较方便 但是我有点不懂 这个环保跟高色域冲突嘛 环保 你听我说 现在我学会一件事 就环保其实是要贵的啊 因为环保材料 其实是用的比普通速度的话 要成本要更高 所以说环保的笔记本电脑 主打环保的笔记本电脑 都是很贵的 这台电脑其实价格是要比什么 非凡S3重要贵 但是我是理解的 但是你一样贵了 你放个高色域屏了 你索性再贵个300块钱 我觉得没问题啊 对吧 难道环保人是不需要眼睛吗 所以说不用高色域屏了 放C档 后面是掠夺者 掠夺者刀锋500 SE 这台电脑其实很贵 我们测下来 这是个非常旗舰的机器 加分项就是 其实这个造型设计 我觉得比去年的这个刀锋500 要好看多了 去年的刀锋500 整个一轻薄砂马特 今年商务一样 我还挺喜欢的 但是呢 缺点 其实这台电脑 看这个拆机图 其实这台电脑 用的是微星 用剩下的那个GS65的模具 那么微星GS65有个缺点 就是它散热不太好 而且扩展性 其实做的也比较差的 所以说 就内部扩展性了 所以说我不太喜欢它 好 接下去掠夺者战斧300 大屏幕 3070 性能释放也不错 然后呢 这台电脑 我对它一个好印象是什么呢 当时啊 别说什么3070 当时联想的3060的 那个R9000P 都要卖一万多块钱 那个时候 红旗的这款战斧300 3070卖9999 就从这点 我觉得是 在我心里印象是比较好的 缺点 或者说减分项吧 要是这台电脑 有个独显之连 那当时我觉得 它的名声提升会更大 可惜了 阴沟里翻船 没有独显之连 3070 一个电竞游戏本 没有独显之连 这个电竞游戏 帧数会受影响的 好 然后是战斧500 那个战斧500 就要比战斧300 过分多了 这么好的电脑 又是性能很强 跑分超级无敌高 是吧 而且现在这个 硕果仅存的肌肉游戏本 迷你LED屏 苹果用了 你看联想用了吗 联想用词了 是吧 用了 惠普没用 戴尔没用 华硕也没用 你看 这个 红旗用了 很创新 对吧 就敢于用 不错了 但是 三四万 这台机器 我记得不便宜 很贵很贵 但是居然没有独显之连 可惜了 它其实是可以设计独显之连 红旗的最后一台 新风鸟凤 这台电脑差点被我放在D挡 它的一大优点 或者说唯一的优点 就是上市时间早 除此之外 一无是处 同时 最近这段时间 或者说很长一段时间吧 被非凡S3秒杀 非凡S3远强于风鸟凤 但是它们的价格 很长一段时间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这台电脑是C挡里面 我能接受的最差 这台电脑都能放在C挡 你可知这个D挡有多差 需要还是需要提醒一点 就是说这个排名 不是纯客观排名 很多其实还是参杂了一些 我的个人情感在里面 所以说D挡 其实有些你会发现 配置比它好 或者说配置整体堆的比它好 但是我还是把它放在地上 那是有怎么说的 比较深刻的原因在里面 好吧 OK 那接下来是微星 第一台 这个怎么念呢 Postige 14EVO 曾经微星只做游戏本 后面出了一个 跟鼠条logo比较像的一个微星logo 然后做了这些电脑 就是它的一个 品牌策略调整的一个开拓者吧 我觉得微星还是比较大胆的 好吧 这是我对它的一个印象下的分项 显分项 USB A口2.0 你只有这一个A口 为什么不能上3.1 Gen 2呢 为什么 然后同时它还有一个减分项 就是它这个品牌认知建设是不够的 我敢赌啊 这是微星的今年轻某本 肯定是卖的不如游戏本好的 而且是卖的很差 为什么这么说呢 谁买微星会买轻某本 我觉得只有对微星品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知 同时对这台电脑造型比较喜欢的人才会去考虑它 对吧 微星在这个轻某本上的宣传力度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这台电脑我觉得这一点我要打一个负面的一个品牌 好 再接下去GS76 GS76前段时间我刚发了一个视频 本来拿到它之前我满心的觉得它应该是一台旗舰级的宝款的游戏本 就跟A0X17或者说是零刃17或者说是冰刃5plus一样 就我认为它们是同一类的产品 但实际上测下来之后发现它的调教还是保守了很多 然后同时它是一台 其实是一台全能本 它不是一台游戏本 所以说这一点是跟我的这个预期差距还是挺大的 当然它有好处 首先第一它配置确实拉得很高 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富豪 就想买一个配置很高的电脑 i9下3080够屌吧 同时它的新模具确实优化了 跟GS65不一样或者说GS75不一样 微星CG还有一台电脑叫GF66 那GF66的话我觉得很好的一点 行业大家都在涨价的时候它一直不贵 特别是3050我记得一直是5999吧 6000块钱也没有它特别贵 然后无论多低配都是144赫兹高速卫屏 这个GF66这一点做的不错了 但是我把它放在C档的原因就是 它的散热测试下来确实是不太好 特别是CPU散热 OK那最后一台 微星最后一台 幻影15 唯一一款RX6700M的游戏本 但是价格比较贵 而且我们测试这台电脑的时候 这个A卡驱动确实挺折腾人的 所以说再加上它这个价格也比较贵实话实说 所以说我把它放在C档 下一个品牌ThinkPad ThinkPad首先是X1 Titanium 这台电脑应该是今年ThinkPad寄予厚望的一台机器 ThinkPad的X1系列 每年都会发布一些很有创意或者说很有想法的产品 比如说像X1 Carbon的早就发了 X1 Tablet X1 Nano X1 Fold 那么还有就是今年的X1 Titanium 确实它有它的创意 首先第一超薄的二合一 非常非常鲜薄的一款产品 同时钛金属这个应用做的很新颖 接下去就是我觉得它不太进入人意的地方 首先第一 这么薄的机器 其实实用性我觉得不足 这么薄 然后呢 你要说真的是便携性强的话 那X1 Nano便携性比X1 Titanium那么高 而且薄之后你会有很多带来的附属的问题 比如说你的键盘手感就会受到更多的影响 同时你的扩展性就会变得很差 还有就是可能是用彩金属 我也不知道什么理由 这台电脑价格实在是太贵了 X1 Nano真的已经算贵了 X1 Titanium那简直了我靠 太贵了太贵了 好那然后是P15V 2021 P15V这台电脑我本来给予厚望 你看它的配置就知道了 一款很传统的15英寸的电脑 然后同时键盘手感完全不阉割 然后同时它的接口也比较好 还是专门服务这个8核i7处理器的 很好一切都很好 键盘手感有趣 这是商务服务 但是这个实测散热表现 这个性能释放太让我失望了 降频墙的比较厉害 好那接下来就是华为 华为今年出了很多新品 非常不容易 但是我要把这些产品放在C档 首先第一个是MateBook D14 模具多年没有变化 我觉得这款电脑 这个模具已经算是祖传模具了吧 但有一点要表扬 它这次终于升级了高色域屏 不容易 然后是MateBook X MateBook X非常轻 而且配色很多样 甚至我觉得它的配色设计的感觉 比X Pro要稍微好看一点 稍微好看一点 然后同时无风扇很静音 但是性能太肉了 而且我很想不明白一点 MateBook X 你身为一台传统身材的笔记本电脑 你的性能居然比MateBook E还弱 MateBook E是一台二合一 所以说接下来是MateBook E MateBook E它的优点 比Service Pro 8便宜很多 它可以作为一台SP8的平价替代 但是它也有缺点 防务处压根没有做 没有防务处我们用下来 同时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我们测试的同学非常的痛苦 因为它这个笔和键盘老是断联 可能新品会 或者说可能正式版会做好一点 不知道 我们测的这个产品产品 键盘和笔会有断联的问题 可能这个工程机的问题 我希望正式版也没这个问题 然后是小米 小米今天比较好玩 我把小米本家的一个品牌 全部放在了C级 然后红米全放在了上面 小米笔记本Pro 15 屏幕素质很好啊 非常高档的一个屏幕 我记得是3456这个分辨率 是吧 然后工艺看上去很高档 CNC一体身型的 但是散热差 小米笔记本Pro X15 一样的问题啊 它的散热其实也是一般版嘛 只能说是普通水平吧 然后同时它把Pro 15的优点 倒是全都继承下来了 屏幕好工艺高档 然后呢给我的感觉啊 就是它的配置太低了 小米这次本来想把它推成一个 年度旗舰级就是Pro X15 但是它是什么 4核处理器加上3050Ti 我记得就这个配置 你还把它打成旗舰 没人同意的 真的没人同意的 因为为什么小米 大家对小米的品牌认知是什么 反正我的品牌认知啊 就是你手机最近确实做了很多高端手机 但是我非常 印象里非常深的一点 就是小米为发售而生 小米的数码产品的旗舰 一定是旗舰级配置的 这个是我对小米的印象 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 好吧 但是你一个4核加上3050Ti 你顶级嘛 你哪方面都不顶级 你这个屏幕倒是挺顶级的 好吧 实话实话屏幕挺顶级 其他不顶级 特别是核心不顶级 所以说这一点给我的印象简直非常厉害 我把它放在司机档 好吧 接下去机械革命 机械革命今年测了很多电脑 多数轻薄本印象比较好 游戏本印象都比较一般 那首先蛟龙7X 蛟龙7X是一台旗舰级的 3080显卡的 机械革命游戏本 那么通过这台电脑我发现了一点 就是机械革命 现在根本就做不来旗舰级游戏本 为什么呢 看这个拆机图 内部的这个设计 或者说我们再去参考它的一个实测结果 就会发现这个核心 3080这个核心是硬塞进去了 散热根本就压不住 但它也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的这个软件可观性很高 它这个控制中心里面 就像XTU的一个简化板一样 用的很好很爽 好吧 这一点是要加分的 甚至说机械革命的游戏本 都有这个功能 我觉得都很好 好 蛟龙5 蛟龙5最喜欢它的地方就是 重量控制的好 重量控制好 可能量比较小 所以说这个键盘超级热 D3 Pro一样的 是蛟龙的一个CPU的一个更换的版本 屏幕啊什么的 都有很多很多的配置 我们挑一个 也是重量比较好 控制比较好 然后缺点也是一样的 我的这个键盘测下来非常热 印象不太好 好 那接下去是UMI Pro 3 这名字其实有点怪啊 UMI UMI是日本的那个大海的意思 这台电脑其实之前是很多人推荐我去买一台来玩玩看 所以说我买了 配置确实很高 而且性能释放不错 软件可玩性也很强 它定位是一台创意设计类PC 性能释放好 配置高的创意设计PC很少见 像之前什么惠普戴尔 那个联想的机器啊 就算是联想 SYNCBOX 16P用着R9000X的模具 但是到了创意设计里面 它一定要把这个性能给缩回去 那么机械革命这台UMI Pro 3 性能释放还不错的 我还是比较惊喜的 但是机械革命也确实做不来创意设计PC啊 通过这台电脑我也学到了 为什么呢 续航贼本 创意设计PC续航还是要考量的 你不是游戏本了 你要成熟了 你要长大了 你要续航了 续航做得不好 同时噪音大 创意设计PC对噪音也是有考量的 它的噪音跟游戏本一样 续航也是跟游戏本一样 所以说它其实是一台游戏本 它不是创意设计PC 这个就有点怪了 好吧 所以说这台电脑我信任 我的印象也是比较一般的 接下来是神舟 神舟TX9和TX8我就放一块说吧 TX9和TX8都有一个好处 就支持台式机CPU 但是都有一个坏处 就是支持台式机CPU 今年它们被英特尔11代酷睿的桌面板给坑了 11代酷睿桌面板 大家都知道 Waste of sand 浪费沙子 神舟今年的所有桌面机处理器的野心板 全部不行 散热都是压不住的 太热了没办法 然后是 Z8 S7 和Z7T 这三台电脑 就一个问题 我把它们全部墙壁上 放在C的 就是低色域 这个屏幕实在是不行 今年神舟用低色域用的比华硕还多 我也真是想不明白了 那么多低色域屏能不能上高色域 我今年测了那么多神舟全都是低色域的 或者绝大多数都是低色域的 好吧 放在这 放在C的 实话说 它们三台电脑用是能用的 价格也是低的 特别是最近神舟刷价刷的比较厉害 还是比较低的 但是你为什么不能稍微贵个200块钱 或者300块钱 你上个高色域屏呢 可惜了 可惜了 好 接下去雷射 雷射有一款 雷射razorBook粉金 做工好啊 哇 工艺品 屏幕也好啊 对吧 边框很窄 很粉 但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不好看 照片看上去好像粉嫩嫩的 其实是因为我们摄影师 特别喜欢这款粉金版 光打的有点大 给它弄成了这个浅粉色 实际上真基是深粉色 深粉色又是有一种金属质感的粉色 所以说简称死亡芭比粉 死亡芭比粉 真正的猛男才会看中 好吧 还有一个缺点 太贵了 这个电脑 只有真正的有钱的猛男才能看中它 普通家庭的猛男还买不起 然后是LG Gram 14Z90P Gram的电脑我一直很喜欢 我们家里人很多都是用LG的笔记本 但是这台电脑我不会推荐 为什么 很轻确实很轻 但是目前在行业内 高性价比的超清笔记本有很多 你LG凭什么卖这个价格 对吧 你可以把LG Gram 16 Gram 17卖很高的价格 因为行业里没有一款很轻 同时屏幕很大的笔记本电脑 你读一份 那你卖的贵 我没意见 对吧 但是14英寸 大家都是有超清本的选择 小小尺寸的超清本的选择 你还要买这个价格 凭什么 没有理由了 好吧放思一道 而是荣耀 MagicBook 14 其实是MateBook D的一个同模具的产品 华为同模具的产品 这台电脑其实是荣耀跟华为分家之前 就已经在做的产品了 所以说它一直沿用下来 所以说跟那个MateBook D14是一个意思 我们就不赘述了 MateBook X14就是分家后的产品 出这台电脑的时候 荣耀的笔记本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低谷 X14勉强拿出来出的 优点超级便宜 非常低的价格 但是低频PWM调光 不说啥 好吧放思一道 然后是微软 微软 Surface Pro 7 Plus商用版和Surface Pro 8 都是在今年推出的 所以说我把它分开说 Pro 7 Plus商用版 标配LTE网络 但是不零售 而且是祖传模具 考虑到这款电脑确实做工非常精致 然后同时二合一产品确实也非常的少 所以说我把它放在了C档 Surface Laptop 4 AMD版 做工非常的精致 同时AMD真的很缺这种产品 AMD真的需要一台高端的轻薄本 或者说有溢价的轻薄本 给品牌带来那种信仰力量的感觉 但是行业里的很多品牌都不支持它 对吧 你看这个做便宜的电脑 AMD来吧来吧 一万以上的轻薄本 那种挖工艺品型的电脑 全都是Intel AMD很少 所以说这台电脑 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加分印象的 那缺点的话 CPU太老了 4000系未龙 还不能有到5000系 然后Service GO3 Service GO3 其实我对它印象还行 还行 微软里面最便宜的 对吧 然后同时这个6500Y 崩成6500Y这个处理器 没想到 提升还是可以的 提升还是可以的 没有以前那么废了 以前是个纯废物 现在这个6500Y还可以 但是 没办法 这个屏幕实在太小了 所以说它做不了主力机 做不了主力机 做个背机可以 好那接下来就是一些零零碎碎的品牌 首先是一号本 一号本Winux Player 这台电脑 很多人根本就不关注吧 掌机 Windows掌机 整体做工啊 测下来包括测下来的散热水平 其实都还是可以的 价格我觉得也不是那么贵 因为毕竟这个涨价很少见的 和腾讯VGM一起共同研发的 但是它有一个大缺点 就是它太重了 用久了 手很酸 我觉得甚至我可以这么说 Switch 普通尺寸的Switch 对我来说都是太重了 我这个手 虽然手无腹肌之力吧 它好久才是个男的啊 就是我都觉得它重啊 我希望这种电脑就是真的一定要做轻一点 否则的话 你拿在手里真的很折磨 好吧 然后 Dyna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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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0-L 这台电脑 怎么说呢 非常的高级 其实很贵很贵啊 当然同时也非常非常轻 实际上超超轻的笔记本电脑 同时还保留了接口啊 这个日系的笔记本就是不容易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Dynabook这个品牌啊 我觉得 要我说 怎么宣传都有点麻烦 首先第一这个品牌有点怪 认知度太低了 你为什么不能沿用Toshiba呢 以前是 这是东芝笔记本卖给夏普的 你叫Toshiba可不可以 或者说你叫夏普行不行 对吧 甚至你叫那个代工厂 你叫富士康也行 但是它既不叫夏普 又不叫东芝 又不叫富士康 它叫一个什么Dynabook Dynabook 品牌认知度太太太低了 再去Wile Wile今年很惭愧 我没有测他们的旗舰机 我实在搞不到机器 44这台电脑 内存硬盘容量很大 然后呢顶配的话是这样子的 然后同时接口比较多 但是这台电脑其实 不是那个非常经典的Wile的设计 不是日系的设计 它是国内团队就是说领头设计的 确实有些符合国内的需求的地方 比如说它有独显了 然后呢接口还是保留了下来 然后呢价格低了很多 但是我觉得少了那味儿你知道吗 没有Wile那味儿了 Wile给我感觉就是 接口超级无敌多 然后同时电脑也很轻 然后甚至最好再来个VGA接口 是吧 这种感觉是很日系很Wile的感觉 摄氏4没有 然后还有一点非常扣分的 低频PWM调光 这台机器我测下来 我觉得这个日本人应该也是很关注视力的 所以说这个低频PWM调光不太好 不太好 好那接下来是七彩虹的匠心X15AT 这台电脑一下子吓到我了 七彩虹居然做笔记本电脑了 曾经有做过 但是那是一台玩票的电脑 做了一代就不做了 那后续就没有再做过笔记本电脑 那么接下去 正式进军笔电设厂 明年还有新品 明年还有新品 这一台其实表现很一般 没有独显之连吧 价格一开始首发的时候也没有优势 噪音还大 适配其功率也很低 就是说实话 七彩虹在这设计方面 自己下的功夫不够大 基本上就是一台工模未调的 工模之后微调的一个版本 不是一台就是有自己想法的一台笔记本电脑 那么我对它印象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它中期全行业价格比较高的时候 它有过杀价的行为 它价格继续之后杀到多少 7000不到6500 6600差不多 3060啊 那不容易 这个价格不容易 然后是雷神 雷神ZERO年底 它居然更新了独显之连 我是没想到的 同时屏幕素质是不错的 那么这个行业里联想R9000P 首先采用了16比10的那个2K165的那个屏幕 对吧 然后惠普后面再用上了 然后那个戴尔没有用 是吧 然后华硕也是后面才用上的 雷神首发就用上了 这个倒是没想到 用的挺快 是吧 这一点我要夸它 但是老毛病 散热一般 而且同时噪音大 我记得它满载要60分贝以上 这个在我们测评数据库里面是非常高的一个噪音 C档最后一台 机械师F117 F Plus 这台电脑其实说的抱歉一点 就是我对它印象不是很深 因为当年H45刚发布的时候 我测的第一台电脑就是机械师的F117 F Plus 后面我就再也没有提到过它 我是翻数据库翻以前的文章我才发现的 那我对它的印象好的就是这一点 就是手发发的真快 发的真得很快 然后呢 设备机功率 我翻看里面的优缺点 我觉得它设备机功率小 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改起来很方便 但是它不改 我不知道为啥 我希望下一代这个产品 我把设备机功率提上去 好 那C级说完了 接下去是B级 那相比于C级那种及格水平 同时我个人印象比较一般的机器 B级的表现就不错了 而且是我比较愿意去真相推荐的机器 然后呢我个人印象也是比较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设备 吴飞 设备 吴飞 设备 吴飞 设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